新一長康村康美樓 傳出兩起武漢肺炎確診病例 香港衛生防護中心 近期疏散同一棟三十二戶住戶 封鎖大樓消毒 十一號確診的四十二例病例 和第十二例確診患者 兩人住處隔了十層樓 但都是尾數七號的住戶 懷疑三樓廁所分管 很可能就是病毒來源 在307這個單位裡面 我們初步的理解 是有關的住戶 可能是進行過 這個是制衡的改裝的工作 現在這個口已經密封了 我們跟著會做的 就是將個單位裡面 將它完全消毒 康美樓是瓦爾型設計公屋 在1984到1989年間落成 分為ABC三棟 樓高三十五層一層二十四戶 一共八百多戶 康美樓的廁所設在單位中央 沒有窗戶 而分管就在廁所裡 連接上下層單位 住戶擔心會重演 當年SARS期間 香港桃大花園 社區感染的翻版 暫時來看 它那個U型格氣管 那個設計是非常好的 是好過很多私人樓宇 就應該一定不是 這個土大花園 那個情況 長康村 康美樓的情況 是完全受到控制 就是大家不需要恐慌 香港十一號新增的 七例確診病例 有三例就是康美樓 第四十二例確診病例住戶的兒子 媳婦和秦家公 因半年被感染 幸好頭弄大樓的其他五位住戶出現症狀 檢測後呈現陰性 儘管目前尚未證實 武漢肺炎經由糞口傳染 但傳播可能性無法完全排除 不免讓香港市民心惶惶 三例新聞 林芳穎報導 好